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关于超能力的电影《心灵传输者》 大卫小时候是一个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普通高中生 他一直暗恋同班的米莉 在大卫知道米莉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后 便在二手市场买了个巴黎铁塔水晶球送给他 米莉非常喜欢,但一名同学将水晶球扔到了结冰的湖面上 大卫只能自己去湖面捡回水晶球 不料过程中湖面坍塌,大卫也掉进了湖里 正当大卫以为自己要淹死在湖里时 他突然转移到了图书馆的地板上 浑身石头又一脸茫然的他走在大街上瑟瑟发抖 只能回家换身衣服 大卫的母亲在他小时候离家出走了 因此父亲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 大卫回到家时,父亲看到狼狈的他 不但没有关心,反而又大发雷霆 就在父亲要撞开房门的时候 他一个机灵便瞬移离开了自己的家 当他意识到自己拥有着超技能的时候 处在叛逆器的他 离开家独自在外面租了房子 反复练习瞬间移动的技能 年仅15岁的他无法工作,也身无分文 所以便想到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顺移去抢劫银行 还将自己传进金库来回几次搬运钞票 他躺在铺满钱的床上 笑得像个300斤的胖子 一晃许多年 大卫也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超能力 过上了高富帅的生活 他每天会拿上一摞不同国家的钞票 然后顺移到相应的国家 过着随心所欲的日子 上午还在斐济冲浪 下午便到埃及享受日光浴 晚上还去英国欣赏了夜景 但好景不长 一个名为游侠的组织出现了 他们专门猎杀拥有瞬间移动能力的人 回到自己家中的大卫 发现游侠的首领黑人老大已在此等候 并用电棒攻击了他 受到电击的他 无法集中精力 使用自己的瞬间移动技能 但大卫拼了命地找了机会 大卫成功顺移逃脱 还回到了自己小时候住的地方 并在一间酒吧和米粒相认 大卫邀请他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罗马旅行 两人不仅相拥热吻 还放飞了自我 第二天 他们偷偷溜进斗兽场 而此时同样拥有顺移能力的格里芬出现了 他表示大卫太肆无忌惮地使用自己的技能 已经被游侠盯上 这时正好出现了两名游侠 格里芬帮助大卫干掉游侠 警告大卫要低调点后就离开了 但他们的打斗声引来了警察 并将他和米粒抓到警察局 这时大卫多年不见的母亲却突然出现了 原来母亲也是游侠的一员 因为大卫的超能力不得不离开 但多年来一直暗中保护着大卫 他警告大卫要离开米粒 便放走了大卫 大卫只好忍痛和米粒分手 随后大卫找到格里芬的住处 格里芬告诉他 游侠不仅杀瞬间移动者 还要杀了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大卫马上瞬移回到父亲的家中 但父亲已经被游侠杀死了 愤怒的大卫决定杀死黑人老大 于是想与格里芬联手 大卫担心米粒也会出事 便瞬移到米粒家中 对他坦白了自己拥有超能力的事 而此时黑人老大已经出现在米粒家楼下 大卫赶忙着他瞬移到格里芬家里 黑人老大用追踪器 根据大卫的瞬移痕迹 也追到了格里芬家 并用绳子捆住了大卫 正当黑人老大要解决大卫时 格里芬用喷火器袭击了他 成功解救了大卫 一番打斗后 格里芬成功利用传输通道 把黑人老大等人送走了 但黑人老大还是通过 没有完全消失的传输通道 将米粒用绳子抓去了 格里芬想立马用炸弹炸死游侠们 但大卫为了避免米粒与游侠同归于尽 转移了炸弹 拥有超能力的两人在打斗时 也因为瞬移去遍了世界各地 大卫成功用高压电线困住格里芬后 独自去解救米粒 却遭到黑人老大伏击 他不仅将大卫捆绑起来 并干扰大卫传送 眼看自己就要被黑人老大杀死 大卫使出浑身解数 发动自己的超能力 并将整栋屋子都传送到了水中 一番挣扎后 又传回了曾经的图书馆中 但没想到黑人老大也一同被传送来了 于是大卫又发功将他传到了科罗拉多大峡谷 一个荒芜人烟的悬崖峭壁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